那一天八月三十二號的時候 不是這個這個廉政署的副署長 包含主任檢察官誰誰的 不去柯文哲他家 然後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不開門的 對 那時候他還在猜啊 是檢方叮咚叮咚 沒給你硬問 就是完全大家躲在裡面都不出來 還是這中間有沒有過程 我跟你講 在這個裁定書裡面還原了當時的狀態 為什麼 你光看這個 搜索柯文哲住處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是搜索的公務員 而且有把票拿給你看 那代表什麼你知道 我給你叮咚叮咚是有人開門啊 就好像我查毒品的時候你不開門 你就是趕快把毒品丟馬桶 這很多電影都這樣演的嘛 程度不一樣哦 你剛剛講的那個是我給你叮咚叮咚 我不開門 我直接先去沖馬桶 這個說法不是哦 是你明明知道在搜索 意思是什麼 你一定有人開門 有人開門看看什麼人 外面的檢察官 票給你拿出來 PASS給你看 就知道了 趕快把門關起來 所以你還把門關起來不開門 這程度是不一樣的哦 所以我就講說 他其實把那一天的現場還原給大家看 他不是完完全全沒有人一門 而是有人一門之後他不開門 所以你看看 他說你有一個小時之間 有事實族內有湮滅證據之間 你會講說你要講事實啊 你不能法官亂掰啊 他現在回來了 他說根據扣押的柯文哲手機裡面 發現有刪除對話紀錄的痕跡 而且有勾算 我跟你講這句是個重點 為什麼 現在的電池紀錄要還原很簡單 還原完了之後 你什麼時間點刪除那也有 是 所以這就是代表是 反走過必留下人機了 他還原回來之後發現被刪除的 那個電話紀錄的時間點 剛剛在一小時裡面 所以他必須 你的檢方證據也要足夠哦 所以他這個小時很忙 很忙 你知道嗎 要三賴對話 忘記藏USB 你光看這一個 是 他提到說你的這個金流 這些來來去修的時候 應曉未分配匯款之時 下面這句更厲害 沈建經還論功行賞 而且還有對賬 論功行賞之際 分配匯款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今天因為有不明的金流 他認為說你今天是不是要去打通關或幹嘛 可是叫做論功行賞 你今天法官要給你要寫論功行賞 你要有依據 是不是代表你有什麼東西 試證是讓你知道就是說 沈建經說這筆錢 我是要給誰給誰 這指定了才有論功行賞 才有這個的分法 而且還有包含金流 就是你看有不明金流流入 柯文哲的妻子跟兒子的帳戶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MG149 他就記得很清楚了 不過有差別 因為那個MG149帳不是他寄的 是別人寄的 所以這個eSale檔裡面的東西 是柯文哲自己寄的嗎 放在家裡 還是別人 還是別人給他的 這個檔案 我舉個例子 你看八月三十二號的時候 當時是不是檢調去搜柯文哲他們家 那時候不是帶搜了這個這個兩個多小時 四個小時吧 我想說 然後不是有帶了一些東西嗎 那時候就講說有查扣USB隨身碟 還有他這個手機對不對 我講一個時間點 九月三號 九月三號 當時柯文哲出來的時候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柯文哲說 那個鄭文燦 馬上就提抗告 我的為什麼沒有 他說按照他在北檢兩天的經驗 現在大家一定都在研究 研究什麼 研究從他家扣到的那些資料 USB什麼電腦 一定在那邊湊 在那邊請全國之力去研究 現在出來了 為什麼 剛剛講的是你在你的這個USB的檔案裡面 有找到這個東西嗎 然後這邊我要跟補充一下 這1500我們剛剛記者很清楚了 玉文他說了有一個萬 所以他是金額 至少就他查證的結果是這樣 而且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說 因為他除了這個金額之外 還有一個是他想說 他是在111年11月1號寫到 跟沈進金這個數字有關係 那代表什麼 這個也在打點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說他跟沈進金見面 是什麼時候 選後 那你這個時間按照民眾黨的說法 說沒有 他是什麼下午三點要跟他見面 那就代表是你們自己都 戳破你們自己的謊言 那就代表是你在111年11月1號的時候 你們說柯文哲是要安排跟沈進金見面嗎 可是沒有 柯文哲不是人數總比1500萬好多了 對 用小錯來掩蓋大錯 沒有 我跟你講你們真的想太多了 他們一定沒想到說柯文哲講過這句話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這些東西 當然剛剛比如有提到這個巧合點 比如說你看他11月1號的時候 這個1500 你現在在這個10月18號的時候 事實上前面才剛經過這個核發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對民眾黨來 比如說剛剛 剛剛不是講說他前面還有其他人 不是也有數字嗎 集團總裁有金額也很大比 但是沒有到1500 科技的大佬也很大比 但是沒有到1500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1500對民眾黨的講法叫做下午三點 那如果有個300呢 你要怎麼跟我解釋 就這數字上面現在變成是 他自己用他的方式去解釋 我們這邊再補一個 還有一個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也有查到 而且金額超過一百萬 在這一條裡面 所以你不要再拗說是會補三點 沒這麼多好 政治人物的這一筆錢 又該怎麼解釋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說如果他今天這個表上面是這個寫 這個時間點是審慶金 那其他的人的時間點 看起來也會寫 所以你不要再問民眾黨了 他們會崩潰說 這不是檢調不公開嗎 我在問馬玉文 剛問了一件事情 說你頭一家進去北前就扔掉了 為什麼那個北院劉德華 那個法官啊 為什麼他不看 朱家帝 朱家帝 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大家想到說 那一天八月三十二號的時候 不是這個 這個廉政署的副署長 包含主任檢察官誰誰的 不去扣恩哲他家 然後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不開門的 對 那時候他還在猜啊 是檢方叮咚叮咚 沒自己硬問 就是完全大家躲在裡面 都不出來 還是這中間有沒有過程 我跟你講 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還原了當時的狀態 為什麼 你光看這個 搜索柯文哲住處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是搜索的公務員 而且呢 有把票拿給你看 那代表什麼你知道 我給你叮咚叮咚是有人開門啊 就好像我查毒品的時候 你不開門 你就是趕快把毒品丟馬桶 這很多店員都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程度不一樣喔 你剛剛講的那個是 我給你叮咚叮咚 我不開門 我直接先去衝馬桶 對 這個說法不是喔 是你明明知道在搜索 意思是什麼 你一定有人開門 有人開門看看 什麼人 外面的檢察官 票給你拿出來 PASS了 你看就知道了 趕快把門關起來 所以你還把門關起來 不開門 這程度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我就講說 他其實把那一天的現場還原給大家看 他不是完完全全沒有人開門 而是有人開門之後他不開門 所以你看看 說你有一個小時之友 有事實逐任 有湮滅證據資源 你會講說 你要講事實啊 你不能法官亂掰啊 好他現在回來了 他說根據扣押的柯文哲手機裡面 發現有刪除對話記錄的痕跡 而且有勾散者 我跟你講這句是個重點 為什麼 現在的電池記錄要還原很簡單 還原完了之後 你什麼時間點刪除那也有 是 所以這就是代表是 反走過幣留下人機了 他還原回來的時候 發現被刪除的那個電話記錄的時間點 剛才在一小時裡面 所以他必須 你的檢方證據力要足夠喔 所以他這一個小時很忙欸 很忙欸 要三線對話 可能還要上個廁所 忘記藏USB 你光看這一個 是 他提到說你的這個金流 這些來來去去的時候 印小位分配匯款之時 欸 下面這句更厲害 沈淨金還論功行賞 而且還有對賬 論功行賞之際 分配匯款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 然後今天因為有不明的金流 他認為說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打通關或幹嘛 可是叫做論功行賞 你今天法官要給人家寫論功行賞 而且還有包含金流 就是你看 有不明金流流入柯文哲的妻子跟兒子的帳戶 結果陳佩琴那天也很可愛 他自己跑出來面對記者 我不知道我老公的行程 我什麼都不知道喔 那現在柯文哲要緊張的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檢方在後來這段時間 還約談了新的人 還有重新再進行的調查 他有哪一些新事證 現在是你柯文哲的律師不知道的 所以那天立書會出來 說一句說我們盡力了 你可以想像柯文哲的律師 現在壓力有多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東西為真的話 那麼顯然這就是所謂的金流 那既然已經有金流的話 為什麼檢方他敢寫到說 涉嫌違背行賄罪 應該就是來自這樣的一份資料 但是我想要先問一下小平議員 政治實務操作上 譬如說我譬如說 或者老大我下面 我已經是立委了 我下面有兩個人要選議員 我可能會找我的金主捐錢 給他幫助他選舉 同一伙的政治人物 是同一組或一個金主 是合理的你這樣講 或者是比如說我現在這個 反正我夠大我要當老大 我就要募一幫我的 給資源才是老大 不給資源當什麼老大 那柯文哲他已經是要選總統的人了 有人給他一筆大的政治現金 超過一百萬 這個在政治圈常見嗎 給看你要選 柯文哲他收了一筆政治人物的錢 他大到什麼程度 超過一百萬 超過一百萬啊 那是藍茵的立委級 是這個行情 藍白河又是另外的錢 所以要這個 所以這筆錢恐怕只是立委給他忍 是 是這樣子 就是你有善的 這筆確定是政治人物 不是金主捐的嘛 就是跟這個捐錢給他這個人 不管他擔任什麼職務 是阿伯的好朋友 應該是這樣解讀比較精準 所以這整件事情 你覺得這個Excel檔 是不是真的足以讓他定罪 這個檔麻煩 這個檔 我這樣講 他兩個東西 第一個講的一千五 可是這個檔絕對不是一千五 應該很多的連結 那更多的 這個已經很嚴重 我想要更嚴重 給你聽 他現在叫麻花格 你知道嗎 我們阿伯 很多案件揪在一起 錢繳在一起 錢 有幾個管道 你看這就是三個不同的case 他這個精華層 當然第一個 精華層跟北農改建案 同一個老闆 對不對 然後南港轉運站 那個跟這個星光 跟北思科又同一個老闆 那怎麼樣呢 就是我捐錢 我幾個管道 我之前講審訊金好了 第一個我捐給你 可以直接給你錢 第二個我可以匯錢給你 對不對 他大嘴巴電話那邊講來講去 他給了議員錢 給了官員錢 給了阿伯錢 可能也給彭聖誠錢 那阿伯這邊再拉回來 那不是不明帳戶有大錢 募可嗎 有沒有 我捐給募可 然後你再看 為什麼說是麻花 還有一筆錢你們忽略了 為什麼每一次都掃一塊的 九九九九九 那個九九九九 九萬多比的匿名捐款 對 那十萬塊是不是自然人的上限 對 公司一百萬嘛 對 好 那可不可能 所以檢方一看到這樣那個 一定要條線在查 什麼線 就是查捐錢的人 自然人還是要秀出名字 身分之 對不對 那這些幾百人 是不是省慶金的員工 你聽懂我的描述嗎 就是我捐錢給你 那多到迷目不好弄 我就把一大筆錢 很多很多的錢 又進化成幫了很多的忙 那我用他我的員工 跟我熟悉的朋友 然後等等 那我就用個人的自然人這樣捐 加起來也是很多錢 同時我錢又多 我又捐給你本人 然後我還捐募募可 我還進那個競選總部 可能還進基金會 中央基金會 錢就亂到 所以檢方暫時查不出來 太亂了 所以你現在是要呼籲 這些小草老草們 話不要說太早 什麼叫做柯文哲是清清白白 沒有一個人經得起 這樣一個卡法 故事還很多 我也呼籲 接近十萬的 一萬就不要查 我覺得不要害檢難關 那實在查不完 太多了 就是接近十萬 差一塊的 這也是追查的一個重點 用自然人來追 所以他的錢非常非常亂 而且其實錢如果進募可 不是更簡單 募可是民間公司 我直接前進募可 有大筆錢 你也看到檢調有新聞 不管真的假的就放出來 所以要查得快 先從募可下手 對不對 募可是一個重點之一 匯款也是 然後真正現金捐款也是 監察院 到監察院查的 真正現金案也都是 所以這個錢之多 錢之亂 真的超乎想像